这些丧尸看着超熊却是悲催的打工人 这个眼前掉了一块肉 就猛灯小毒轮抽水浇地 这个呢头上带铁轮 身后拴链子就是免费的陪练 更惨的是他们呼出的气体能燃烧 所以这个成了烤箱的喷火器 这个成了汽车的发动机 锅炉房里还有三个难兄难弟 24小时供暖不间断 只要让他们闻闻肉味就能一直干下去 咦这个老兄怎么在偷懒 肉块放到嘴边鼓励一下 哦原来是累死了呀 那就直接一枪抱头 打开笼子再换一个 反正院子外还有很多憨憨 急吃白脸想上岗呢 这一届丧尸就挺给老祖宗们丢脸的 时间回到半年前 这一天这个女孩在给朋友化恶魔妆 突然朋友吐了一口鲜血 又发疯似的吼叫起来 要不是铁链子拽着 直接就扑咬到女孩身上了 朋友变成传说中的丧尸了 女孩腾挪转移 惊险地逃到了房梁上 丧尸一次次扑跳 还是够不着 而这时 丧尸猛然回头 注意到了另一个朋友 直接扑咬上去 咬断了她的脖子 大口大口吃起了血肉 没一会儿 她又再次盯上房梁上的女孩 一次次扑咬 女孩惊险躲避 直到她摸到了一个铁钩 猛地一扔 直接把丧尸勾在了半空中 女孩跳下房梁 打开了车库的门想逃 可门外一个女人回头 居然也是一个丧尸 女孩被堵在车库 再次跳上房梁 伴着丧尸的嘶吼声 她打电话给哥哥示警 丧尸爆发了 哥哥一家已经睡下了 接到电话 一头雾水 就在此时 女儿也告诉她 男人来到黑须须的厨房 依稀看见有人在冰箱旁 大吃大喝 赶紧打开了灯 那人随即转过头 竟是一张丧尸的脸 丧尸很快将男人扑倒 几乎就要咬到他的脖子 男人立刻大声疾呼 让妻子来帮忙 妻子哆哆嗦嗦 先拿了一把刀 直接插在丧尸背上 可惜没有卵用 他又拿了一把斧子 再次砍了上去 丧尸终于卸了力气 男人趁机爬起 他踩住丧尸的背 捡起了斧头 大手一挥 直接砍掉了丧尸的脑袋 正在此时 旁边传来一声尖叫 是女儿看到这一幕 男人戴上防护面罩 逃出了家门 黑漆漆的院子里 到处都是丧尸 他们边跑边躲 逃进了汽车里 在丧尸的包围中 启动汽车冲了出去 直到第二天天亮 汽车依旧在马路上 飞速行驶 突然女儿摘下了呼吸面罩 口中吐出了一大口黄水 男人去摸女儿的鼻子 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就在此时 女儿眼睛反白 张口朝着男人要来 幸好女儿被安全带拽住了 却还是伸着手 一直嘶吼着张嘴啃咬 男人和妻子下车 看着汽车中发狂的女儿 心痛无比 最终再次回到车上 准备出发 然而妻子面色惨然 他转头告诉男人 我已经有了感觉 自己会发生什么 男人悲痛无比 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 吐了一口黄水 两人明白 妻子就要失变了 他们相互拥抱 相互亲吻 一遍遍告诉对方 我爱你 妻子在男人的怀里哭泣 而下一秒 他眼睛翻白 就要咬住男人的脖子 男人挣脱妻子 跌跌撞撞下车 看着丧尸理智的妻子 朝着自己扑咬过来 失魂落魄地离开 最终 男人回头 一枪结束了妻子的生命 然后 又一枪 结束了女儿的生命 几天以后 男人藏进了一个修车行 和几个人一起 清理掉了屋子内的丧尸 事后 男人休息 将点烟的火柴随意一扔 而满地的丧尸血 疏忽着起了火 这群丧尸本以为人类是自己的口粮 可实际上 他们才是人类的免费燃气机 就在刚刚 这群男人发现 丧尸的血能燃烧 而丧尸呼出的那一团团臭气 更是燃力十足 于是 他们给丧尸戴上呼吸罩 连上管子收集臭气 连通发动机 成功开回了缺油熄火的汽车 可惜 一位伙伴不慎感染 也变成了丧尸 那么 只能让他成为下一个燃气机了 幸存的三人全副武装 又给燃气机焊了一个铁笼子 开着汽车 冲出了丧尸的包围圈 汽车飞驰 要是路上遇到了丧尸 就当顺便加个油 突然 小黑尿急 车停在了一片树林外 司机提醒他 下车别忘了拿上枪 可小黑觉得 丧尸都成了咱燃气机了 没啥可怕的 空着手就下去了 司机和男人赶紧替他忘风 四周一片安静 小黑肆意的释放自己 突然 一只丧尸从地下钻了出来 吓得小黑拔腿就跑 等到小黑惊险跑回车上 男人打许他 别忘了提上你的裤子 小黑只能认栽 有了丧尸盘燃气机 汽车开了一整天 依旧动力十足 然而 等到太阳落山时 汽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男人一番检查 却发现刚换了新燃气机 不可能没气啊 直到这时 他们突然意识到 丧尸晚上不呼吸 所有能量都用来供应身体 所以 夜晚的丧尸 跑得更快 更凶残 突然无数丧尸嚎叫传来 他们赶紧返回车上 而丧尸将他们团团围住 整个车被撞得摇摇晃晃 没人知道 丧尸什么时候会撞破汽车 等着等着 几个人竟然睡着了 男人无法忍受这种煎熬 开枪射杀车外的丧尸 却意外点燃丧尸血 引燃了汽车 如果汽车燃气泵烧着 他们就会被炸成碎渣 男人只好跳出车顶 开始扑火 不断有丧尸袭击 男人一枪爆头一个 艰难扑灭了火 可就在他跳回车里时 一个丧尸扑来 咬到了司机伸去关车顶的手 司机感染了 他大叫着寻找医疗箱 而等医疗箱打开 里面藏着两瓶啤酒 临死的最后一刻 他只想喝一杯心爱的小酒 然后他祈求男人 在他失变之前打死他 最终男人一枪射死了他 而当太阳再次升起 丧尸燃气机开始工作 汽车启动了 男人和小黑 踏上了营救男人妹妹之旅 与此同时 男人的妹妹藏在车库房梁上 等来了一波救援 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 射杀了车库的丧尸 然而妹妹刚爬下来 两个人立刻将他制服 一支注射器 直接扎入后脑勺抽血 血液和试剂混合 变成了绿色 一个军人宣布 他没有感染 妹妹本以为 这下他们就会放了自己 谁知 一个军人一拳把他打晕了 等妹妹再次醒来 身处一个关满丧尸的实验室 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进来 抽了一罐丧尸血 直接打进了妹妹身体 这个变态科学家 在做人体实验 就是他导致了丧尸大规模爆发 而现在 他又在寻找丧尸抗体 科学家拿着取血器 靠近一个实验体 直接从鼻孔伸进了大脑 抽了一管血验证 然后 他又拿着取血器 靠近了妹妹 而下一秒 这个被囚禁的女人 突然意识到 他能操控丧尸 立刻动了动自己的手指 操控一个丧尸 把一枚刀插进了他的肚子 等看守离开 变态科学家也睡着了 他再次操控丧尸 取出小刀 解开了丧尸手上的绳子 丧尸摇摇晃晃 要去拿科学家腰先的手枪 却不小心惊醒科学家 一送枪枪 丧尸被爆了 女人假装和自己无关 可就在此时 他身上的计时器 突然响了 轮到他咽血了 科学家拿着 飞速转动的电锯 一步步走近 似乎要聚开女人的脑子 女人快速在屋内扫尸 终于控制了一个丧尸 抬脚拉开了电线 科学家没有察觉出异样 返回去插上插头 女人再次扫尸屋内 选定了手术台上的丧尸 一个抬脚飞灯 手术台直接滑向了科学家 丧尸一口咬掉了 科学家的两根手指 科学家立刻砍掉手掌 阻止丧尸病毒扩散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科学家瞳孔微缩 似乎就要失变 与此同时 一股不属于他的意志 飞速抢占了他身体的控制权 科学家被女孩操控了 在惊恐和不可置信中 他眼睁睁看着 自己举着电锯 锯开了女孩身上的枷锁 当女孩收回控制 科学家已经彻底变成了丧尸 和其他丧尸一样 不敢靠近女孩 女孩走出实验室 这才发现 他们是在一辆飞速前行的车上 而一辆汽车从后靠近 居然是她的哥哥来救她了 来不及多说 几发子弹朝他们射来 原来哥哥身后 还有实验室的守卫追击 哥哥当机立断 大喊让妹妹跳上车身 妹妹没有犹豫 直接跳到了车的挡风玻璃上 守卫子弹更密集 哥哥一脚油门 汽车已超出场里的速度 飞速逃走 一下把身后的守卫给甩了 可没一会儿 汽车却渐渐停了下来 妹妹一头雾水 哥哥下车一看 是丧尸牌燃气机 已经被炸干了 哥哥和小黑急慌慌 想要新的丧尸 继续吐气当燃气机 可惜周围空无一师 没想到 妹妹自信表示 找丧尸是吧 包在我身上了 哥哥和小黑不明所以 妹妹双手握拳 直接开始用意念搜寻丧尸 很快操控一个丧尸 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哥哥和小黑举枪要射击 妹妹赶紧阻止 然后丧尸一个飞扑 直接撞到了车门上 妹妹有些抱歉 赶紧操控丧尸 自己开门 主动钻进了铁笼子 稍稍挽回了颜面 哥哥两人目瞪口呆 一句 我直误还没出口 枪声响起 一发子弹 正中小黑的肚子 是看守追来了 他们赶紧回到车上 可是 汽车还是无法发动 哥哥面色焦急 忘了给丧尸 带舒气面罩了 而妹妹毫不慌张 再次操控丧尸 自己戴上了面罩 随即 汽车成功启动 如离弦之剑 飞速逃走 可是 小黑快不行了 他们只能停下来休整 没想到 守卫们再次追击而至 妹妹操控大批丧尸 和守卫对战 可惜 还是干不过守卫手中的枪 最终 哥哥和小黑被俘 靠在了汽车前的保险杠上 守卫以他们为要挟 妹妹只能乖乖走出来投降 队长指挥手下 拿了一个大号保温箱 要砍下妹妹的头 带走研究 手下专门拿了一把剑 就要砍下妹妹的头 小黑猛地站起 让笼子里的丧尸 咬自己的手 瞬间感染失变 几乎就在同时 妹妹顺利接管小黑的身体 从车底盘拿出 提前藏好的回旋镖 毫不迟疑 直接砍断了被靠起来的手 一个回身 又将回旋镖扔向了 砍妹妹的手下 小黑冲向守卫们 一连干掉了好几个 可惜 一声枪响 小黑再次倒下 妹妹来不及悲伤 立刻操控着其他丧尸 几乎将所有守卫制服 胜负一分 他转头威胁队长 放下枪 可队长一枪打中妹妹 随即妹妹倒地不起 所有丧尸随之摔倒 这下 现场只剩下哥哥和队长 队长洋洋得意 靠近哥哥放狠话 却被哥哥一把掀开了灭罩 这下轮到哥哥洋洋得意 哥哥猜对了 队长自知死期不远 竟然主动给了哥哥手铐钥匙 要和他像男人一样 好好打一架 结果 两人都不怎么男人 哥哥伸手去抓队长的致命位置 队长反手就拿了手枪 给了哥哥一枪 顺带手 他还给了车上丧尸一枪 溅了自己满头的血 他一步步靠近哥哥 就要扭断哥哥的脖子 可哥哥一阵摸索 竟然拿出了一盒火柴 队长满脸鄙夷 都什么时候了 你拿火柴干什么 而哥哥直接划着一根火柴 朝着队长丢过去 瞬间队长的脑袋被大火吞没 是的 队长并不知道 丧尸血比汽油还一染 最终 哥哥和妹妹活了下来 而这个丧尸能当汽油用的漠视 到底谁才是猎物呢